《諾報》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諾報》我不講場 是《諾報》的討論平台 我們一般逢星期四 晚上九點半會做一集直播 今天一如既往 我們這個中數做直播 我是余榮陽 身邊有鄭仲暉 大家好 大家好 仍然繼續 講開的 是講新冠肺炎 每一件事都談談 這是中論 今天是2020-0227 澳門已經有二十多天 沒有新增的確診個案 還是留院的這幾位 病情都比較輕 看來都是北日可以出院 至於曾經懷疑的 亦都排除 剩下幾位 三四位 四位 一切的工作 政府是有向大家報告的 這個應變協調中心 他向大家解釋了 他做的事是怎樣 還有有什麼新的措施 因為每天都可能有些變化 包括新的就是 美容院 戲院 會開關 但會有些要求 這些要求就是健康的聲明 大家市民希望參照政府的要求 來服從他的指示 我想現在 雖然說這個新型的冠狀病毒 潛伏期 真正是 底線 最長 去到多少 二十多天 一個月 二十四天 一般仍然都現在 留在十四天這個說法 我們都相信十四天這個最好 十四月之內 已經達到一個很安全的期限 所以澳門在這段期間 當然我們都不論是在政府也好 或者個人 我們澳門市民也好 都是很努力去防止這個疫症的麻煩 但是現在反而出回來的問題 就是說 疫症的期間 和疫症之後 我們的經濟 是怎樣能夠讓它復甦 在早一段日子 我曾經說過 健康是第一位的 現在既然疫情穩定 這個第一位我們沒有那麼擔心 它仍然是第一位 就是不改變的 但是我們看看其他的各方面怎樣 包括經濟都不是第二位 民生是第二位的 其中有一個大家關心的安排 就是學學復課 現在可能是四月 但是也可能會更早 不過呢 復課之前就有一個星期 或更長的時間 會通知大家 大家不用心急 所以 那個演變怎樣 教清局 是會和大家講 今天 老柏生局長 都和大家補達了 大家不需要心急 這個是民生其中之一 至於輝哥說的經濟 應該即時 不會影響到大家不行 因為你就算收入少了 除非你真的餐穩餐食 餐清 如果不是的話 你這個二月呢 我雖然都還可以 因為宇Sir曾經提供過一個數字給我 其實澳門銀行存款 平均每個人都接近100萬 即是人數計數 我們那個數字是很大的 所以在這個存款的金額 我們都相信 當然會有 這個世界什麼都會有 有些人因為這個疫情 導致他的生活很刺激 這個是有的 但是呢 就不是說嚴重得那麼重要 是 是 結據 是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 雖然說 他未必說 就是餐餐清 但是他都不想 你也知道 那個錢 就是經濟 會令到大家安不安心 沒錯 就算安全感 你有個底子 但是現在呢 突然間影響了 而其中一些市民 可能他有一些計劃 包括 快要結婚 或者快要有小朋友出生 是吧 或者子女快要升讀大學 會有這樣的計劃 他是天天都在仇 所以呢 其實這個叫做疫情逐漸淡 我們不要說他離我們遠去 這個我們不敢說 但是我們也是要做好這個回復的準備 是 我也想攤開和大家說 因為聽見 有些坊間 所以就說 唉 這樣就慘了 政府應該要 我們每人要給多少 我覺得這個 新手的 是不對的 每人自己 首先 他都應該有個能力 去抗疫 這個 經濟上的 疫境 如果他不能夠的話 先向政府 希望私家 回首 都未遲 也都所有中小企 政府就表達了 是會推動他們 解決一些問題 但不能夠說 一有什麼呢 就叫政府 是用現金給你 用現金雖然是快 但畢竟不同天甲 天甲令到大家有個損失 一時之間 你綁不到損失 政府幫你解決了先 這個有些不同 我想呢 就是 經濟那方面 你說政府沒有出手嗎 那我又 覺得他有出手 有 最低限度你四月份 那個 那些金錢 那些金錢 即刻 就盡快 給了大家 所以你說 一萬元多不多呢 那如果你說 你好等錢 那一萬元 都不錯的了 那一般來說 我們計時 因為大家 無論他租樓 或者自己有樓宇的話 他都是住開的 即是我們不見 周街有樓宇看 亦都不見 就好像 1979年開始的時候 大量新移民 來澳門 有些在貨車上面 去過夜 現在不會這樣 好了 每人每日 你如果節省 你不行當然要節省 是吧 那你50元可以夠你吃一天 那1500元可以解決吃 如果只是吃 當然有其他困難 那我想就是這樣 當然 澳門其實有幾個保護網 那大家如果真的 遇到有問題的時候 都要諮詢一下 問一下 有關的政府 譬如 社會福利 社會保障基金 有一個對失業的補助 大家要知道這些是澳門 建立了一個對於澳門的人 在經濟有問題的時候 對於一些真的在糧食上有問題的 或者會不會重開機制 大家登記 然後去到哪裏可以給他一頓吃 或者提供飯盒 如果由政府提供的話 這些飯盒 三送飯 可能成本是20元或以下 我記得 現在沒有我就不記得 在下環街 有一個就是 浸會斜對面 就是你如果真的 在食慣有問題的 他可以幫到你的 但是我又 看回澳門最近 可能是隱性的 有些長者真的年紀很大的 他們真的兩餐 當然他們兩餐的經濟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兩餐的去提供 即他煮不到自己 有人送給他 這個反而這方面就是一個問題 但是澳門很多這些機構都做到的 澳門現在的社團是有提供給 給獨居的老人送飯的服務 非常之廉宜 當然由義工去配送 所以如果你說澳門在經濟上有問題 我可以再重新說一次 不會說絕對沒有問題 一定有個別人有問題 既然說到這樣 就希望不要只是簡單 用錢去解決它 雖然大家不行當然是錢的 但是直接給錢的時候 這個畢竟不是最好的辦法 以往都有 是幫助工人 希望以工代震 不是就這樣當震災 我們是否記得有一件事 就是香港是有縱援的 很多人在縱援網裡 生活了幾十年 澳門都有差不多的事情 比如說有些申請政府的援助 他們是按照衛生指數去遵阻居民 我不知道具體數字 但是如果我們對比一下 香港的縱援 如果子女多些 或者人口多些的說話 他們真的跟打一份工 跟兩個人去打工 差不多 我相信澳門我不知道數字 如果有朋友 能夠將兩個對比 可以告訴我們 讓我們知道關於這些 所以澳門很少聽見 有些人用縱援作為主要生活 比較少 今年政府推出現今分享提前措施 我想在四月開始大家可以享受到 可以解決的言為之急 接著有三千元消費券用電子方式 這個都可以幫到部份的人 講到消費券 我就覺得是好過再派三千元 即是現金 因為你如果給現金 我有一集跟你談過 尤其是你給一些婆子 婆子不捨得花 你再給它 它都是一個銀行的數字 存了之後 沒有影響到或者推動社會 但你如果給它消費多些 物質給它 這個好些 消費券等於物質 物質來的 但我希望 一些商號 配合消費券 能夠推出一些活動 又可以捱一下它們的存貨 亦都可以令到市民受惠 其實長期你看到澳門很多的社團 是辦一些聯歡活動 非常時期 倒不如幾大的社團 包括商會 中華總商會 亦都有一個工商聯 能夠做一些實事 推動它們的成員 做一些優惠 令到內需加強 比如說 你反正買一件事 一百元 一百元是一個單位 買兩件事 一百八十 那就便宜些 用消費券的 又可以給少許優惠 用現金的優惠不同 讓人們盡量用消費券 那個你擺在那裡擺一下 因為過期就沒得用 有一件事 我們剛剛講到一個名詞 就是以工代鎮 以工代鎮 顧名思義就說 鎮就是鎮災 就是幫你忙 以工就是給你一份任務 給你有錢 有回報 我看見有些報導 澳門有某些行業 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甚至乎受到香港的反送中 而導致我們的旅行團 在香港來是少了 那導致有些行業有問題 其實呢 如果我們不斷在那裡 就是會望政府 給我們一些福利 為什麼我們政府 政府首先自己想想 好不好有些東西呢 就是我們創造一些社會需要的 一些工作 能夠呢 能夠呢 令到這一班的人呢 就是 這段時間是很難 還有呢 這個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它不需要在另一個行業上 就是轉行 因為有時候轉行呢 萬一他們自己做開的行業 又復甦 那他們用開他們的那班呢 可能又是拿手不同 除非它服務開那個店 或者那個企業 結束了 它擱著轉工 轉工未必找回同一行業 沒錯 那就唯有這樣 所以 譬如一個 它本來是買衣服的 它那間時裝店結束了 它可能變成它的超級市場做理貨 所以這件事呢 也可以呢 就是勞工局呢 可以是 其實 打亂了陣腳 真的很慘 不是 它很多招聘的資源 它知道的 就是 這些可能有一些 並非是一個很長的工種 即是可以 甚至乎有一些 政府要做的事 就是說 政府創造一個職位 是應付這段時間 這一班的 有個別行業的從業業 他們這一段時間 你這個說法呢 到亞文以往就有提 就是 當一個地方 就算它不是經濟很差 它想提高它的GDP 它是利用一些公共的工程 去高它 亦都令數字好 還有有人因為這樣 增加就業機會 有些公司因為這樣 又有盈利 這是一家便宜兩家著 我相信是有這些工作存在 我舉個例子 就是說 其實現在呢 很多一些 我就是講 圓毅 做圓毅 就是市政署那些 其實他們個別都是外勞 他們因為那個十四天 隔離那個政策 他們沒有來到澳門 這是一個例子 不是一定要安排這些工作他們做 所以這些事情 是可以令到 令到這一班 真是受到經濟壓力 也真是願意 以自己的勞力 換取一份收入 我想這個是一個方法之一 這個也是一個好的計策 另外呢 我們可以想像回 像沙斯時期 有些住家的家庭主婦 他本來沒有工作 但是他可以兼職一個短的時間 去抹一下馬路旁邊的欄杆 消毒 賺少少錢 公眾的工作 也好 政府亦都能夠出錢的價錢 還有一個做法就是 這個呢 或者是定了 在澳門居住滿183天 一年才有 如果長期在美加定居 可以不用的 因為你推動澳門經濟 大概 你當他有60萬人 每人派100元給他 拿來飲食的 這個都是6千萬 或者通過澳門基金會 這個一如當年 這個叫做澳門情懷 當年派50元 你記得嗎 現在派100元 每人在一個特定的日子之內 或者你設定 在6個月 只能夠享受一次 經一個會 這個我想你還有一些印象 當年是50元 很多人參加很多次 不可以參加很多次 除非有了錯 如果有參加很多次 這個是不對的 但是當年的電腦和今天的電腦都不同 我相信現在的程式進步了 就會計得到出來 這個連結 6千萬 一億都不用 但是令到大家 周圍去吃下東西 是不是好事呢 是吧 他可以聚餐 當然疫情過才搞的 疫情未過就不行 因為有可能有些說 包括中南生 院士說 4月就會好些 有些說經濟之後 有些疾病會好些 這個是幾千年來 中國人都這樣說的 即是他就出聲了 真的好些的話 這一百元是會有作用的 他得到一百元 他吃的東西不止一百 可能吃出一百五 二百 這樣令到那些酒樓有回活力 都是好事 我想這次支持社會的經濟復甦 我有兩個字 我覺得政府應該是做的 是 精準 精準一點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們好像 醫一個人 落藥一樣 如果我們是不去精準的話 不去精準的話 可能我們的資源可能錯背了 所以我看 剛剛我們說的 都是 剛剛我們再提一下 這些人願意去登記 政府也願意安排這些工作 這些資源 就用得精準 有人有工作 也 對於我們需要做的事 也有人去做 所以這個就是 我相信 這個希望 政府聽到 不妨 動一動動一動 就是打下大家的主意 因為大家有這麼多的存款 應該是超過一千億的 不是每個人窮 有些人有能力 也當然有些人用來積穀防機 但是動用部分行不行呢 特首都說 澳門的儲備 現在都不用什麼時候 大家其實個人也等於有儲備 看政府有什麼行為 或者商店有什麼行為 吹捕到他們 用一下他們的存款 當然銀行未必喜歡 你減少了存款 一動 但是那些錢 一動出來 又去了商戶 來去多 不會用得多 不會用得多 除非最怕是怎樣 經濟有少少錢 物質不滅定律 加上那個重量 最怕那些錢去其他地方 因為你消費的過程 可能買了一些外來的東西 買了一些某個地方的咖啡 某個的火腿 可以走其他地方 你講到這裏 我提一提一提一件事 提一提一提一件事 由於我們的肉食蔬菜 我們的批發價在澳門 是比珠海貴的零售價 換句話 如果珠海拿一棵菜過來 你批發給別人都更便宜 所以有些人拖些菜過來 有些人生前過來 所以這個非法 有些人說 澳門是貴的 有道理去檢疫 難道大陸食蔬菜的人會死嗎 北韓都有檢疫 我想很多都是一個他們的理由 我不敢說 因為要保證你們 澳門一定要有穩定的供應 所以可能他們會付出多些代價 所以他們可能會多些消耗 但是這個說了幾十年 現在經常說 我們和大灣區內地廣東省九個城市 融為一體 既然這樣的時候 我希望國家都調整一下 尤其現在港澳辦都調整了 我也希望習近平總書記留意一下這個情況 兩南可能以後洗牌 兩南都是國家的機構 不如不要在這方面賺澳門的錢 將一些東西健康化 或者將來有些東西供應給我們 用的做法 在跨境工業區完成一個交易 但是令到我們街市有得做 最重要 不是我們這些人走上上面買菜 澳門的街市沒得做 如果我們在澳門買菜 和珠海扯平挺好 這是一個德政 大家的生活就好很多 多謝輝哥 如果我們在北外輸行 我會放到一天